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这个视频讲的是留学生的OPT实习工作签证和美国绿卡申请 我们最近听说了很多的事例 说有一些留学生毕业以后 OPT申请EAD工作许可出现了问题 有的时候是第一次申请 有的时候是OPT延期 有的因为所谓挂靠 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不要使用挂靠 因为不值得 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例子被移民局查处的 你自己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他又提供了挂靠给别的人 别的人后来被美国移民局或者执法部门发现 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有间谍嫌疑 那么相应的查处到了提供挂靠的机构 那么相应的凡是用过这个机构的 作为OPT挂靠的过去几年里面 这些人就都受到影响 OPT期间是可以安配的工作 可以做volunteer 所以这样的工作应该相对来说不难找 但是OPT延期期间 这个工作需要有工资 那么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你一定要认真 因为这个EAD表格是吧 有的人有表格方面的错误 用错了表格的版本 或者填写的时候填错了 有一些程序 比如说在表格上要签字 有的人签错了行 然后有的人需要填的地方没有填写 或者支票付款出现了错误 支票数字写错了 或者单词写错了 或者邮寄错误寄到了错的地方 总之因为各种原因被移民局退回 叫rejection不是denial 这个还是好的 本身你可以重新提交 但是有一些人在重新提交的时候 忘记了要学校给你的I-20表签字 那么这个签字如果已经过期了 那再交上去 移民局先收下了处理 过了好几个月 最后把这个申请denial了 告诉申请人 因为你的这个I-20表来自学校的签字 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时间 所以不能批准 那这个时候呢 申请人往往已经毕业好几个月了 原来的学生身份已经过期了 那么这个OPT申请如果被拒了呢 首先在美国就无法工作 然后呢也就没有合法的身份 那怎么办呢 当然在这个时候你还可以考虑 提交Motion to Reopen 或者呢提交转成别的身份的申请 但是呢那显然就会麻烦一些 不值得 所以呢在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注意 我们听说比较多的这方面的例子 一些留学生因为毕业的时候 忙着要找工作 收拾物品 或者完成考试 完成学业的文凭的学位的要求 等等很忙 对这个申请呢就匆匆的交上去了 或者是照片不符合要求 或者是材料没有齐全 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样呢不值得 那么对于工作签证啊 也需要早做安排 是吧 大家知道现在呢 在美国有30多万中国留学生 另外每年还会新来10万人左右 从另一方面呢 每年拿到H1B工作签证的 不管是要抽签的 还是不要抽签的 都加起来呢 也只有一万人出头 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为什么到现在呢 这个矛盾还没有特别激化呢 一个原因呢留学生数量增加 是过去几年的事情 过去五六年里 来的留学生呢 到美国的留学生很多人呢 现在还在上学 或者呢一个学位读完以后呢 再读第二个学位 随着更多的留学生陆续毕业 这方面问题呢可能会更严重 那怎么来应对呢 如果你符合条件 能够申请职业移民 或者亲属移民 要抓紧时间做打算 可以参考我们YouTube频道的 其他的视频更多的了解 或者呢 大家知道除了H1B签证以外呢 还有比如说O1签证 J1签证 或者呢 你转成Dependent J2 H4也有机会申请EAD等等 总之呢 各方面的机会还是有的 情况也不是那么差 和印度申请人相比 此前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也讲过 那中国申请人呢 要等的时间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国政府呢 在一些方面也提供的便利 比如说现在呢 还付学生签证 往往是好几年有效 这样呢 避免了被check的风险 国际旅行也比较方便 但是呢 从我们刚才讲到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么对于OPT申请 EAD申请 工作签证 美国绿卡申请 都需要比较认真 早做打算 那么美国绿卡呢 要考虑两点 是吧 一个是申请人是否有资质取得 几准 另一个呢 是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呢 本来是比较routine的日常步骤工作 但是呢 如果申请人曾经较长时间 身份过期 有签证身份的gap 那么呢 也会影响到 在背景调查这一步 造成阻碍 绿卡批准 不值得 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是 留学生的OPT实习 工作签证 和美国绿卡的申请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